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 真的是气死我了 我说这个小九月为什么对我大发雷霆的 冲我发火 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原来呢,这其中有内情呀 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他哥哥不是还了我两万块钱吗 本来一直就是说拖子没有还吗 后面我说是吧 你不还的话呢 那我就采取我自己的手段了 然后呢他有点害怕了 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 是小九月偷偷的从我这里拿了两万块钱吗 那时候给他买车的 就说一直没有还 现在呢已经还给我了 还给我了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结果呢我得知这个真相以后呢 我一点我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呢他不是说从他那里主动拿了两万块钱来还给我 这个钱呢是小九月给他 然后呢又转到我这里来 我说怪不得小九月是吧 一脸都不开心啊 我说你哥还钱给我了有你的一半 他都还不满意 因为呢是他给的钱 用这个计策啊 用这个计谋来对付我 本来呢这两万块钱 相当就是我给小九月的 是他的私房钱 现在呢是把他又给他哥哥 又把他哥哥 他哥哥又把那个钱来还给我 相当就是说在这里转了一个圈 拿我自己的钱 来还给我 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你说换作是谁 开心得起来 这个钱呢我现在我一点我都不想承认 因为呢这个是我们福气的共同财产 相当就是说他压根就没还 这样子算的话呢我还是亏了两万块钱 这个钱呢 打水漂了 如果说是把这个钱拿不回来的话 或是他不承认的话 我根本没有认可的办法 小九月啊也真的是厉害啊 真的 跟我过日子啊 就从来没有见他那么积极那么努力过 那么认真过 我那时候我叫他是吧 去他娘家 我说你借点钱 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前几年那时候我又失业 又没有工作 用了也没有经济来源 还要还房贷 养孩子 负责家里面的生活开支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呢真的是水深火热 只是说慢慢的这几年好转了 然后呢家里面有点争利款了 稍微说强一点了 房贷呢也差不多快还清了 叫他去办忙下 他就一直是妥妥拉拉推迟的 说娘家哎呦搬不了 我娘家那比你的情况更加的困难 你说哪有这样子操作的吗 是吧 哎呦还了就还了没还就没还 结果呢还是要妹妹给钱给他 又还给我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人 也真的没有见过这么能帮助娘家的 这么能帮助他哥哥的 老实说跟他哥哥的感情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确实也特别好 这点我承认 呃不管是过年过节是吧 呃哥哥有什么事情 哎呀都是尽尽尽力尽全力的去帮助啊 为什么不把这个心是吧用在这个家庭上面 如果说用在这个家庭上面 那我们的日子 至于过得这样子吗 不可能的呀 所以呢我是这样子打算的 这个事情呢还没完 他这样子这样子对我 我这个钱呢我还是得要回来 因为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心里面我觉得呢才平衡 如果说是把不还 你说你啊现在没有钱 你过一段时间等你稳定了 工作稳定了 家庭稳定了 收入稳定了 然后呢才把这个钱给我 你说宽限一段时间 呃不要那么急 是吧 我心面呢我还好瘦一点 我还觉得舒服一点 至少有句话就可以了 不是说借钱不借 你借了以后你要有句话 你说什么时候还 是吧我们要守信用 到了那个期限 如果说你实在还不起的话呢 那你就说 再还一段时间 给点时间 不要太着急了 不要吹得那么紧 我还好 这样子说 哎呦拿妹妹的钱 是把妹妹的钱 是把老公给的 又是妹夫给的 拿妹夫的钱 又来还给妹夫 这个样子你说谁受得了吗 对不对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接受 我就说了 怪不得我说 两兄妹是吧 好像一说就立马给我了 我还以为是吧 就说 知道错了 然后的话呢 是吧也知道自己 自身的不足了 原来是吧 合起火来是吧 又忽悠我了 四次的上诞 淡淡的不一样 等一下我继续去问他要 我看他怎么说 就那是 就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